第十二届万锦亚洲文化美食节 于6月28日节目 吸引了大批市民前往 三级政府官员和商户代表出席了剪彩仪式 请不吝点赞,请不吝点赞,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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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前段时间刚刚从国内过来的 这个女儿家就住在附近 就住在马海门这里 这个听说今天是美食节嘛 今天一块儿带着我们小外孙一块儿来玩 难得有这么很热闹的场面 大家来也来蹭个热红 再加上我们小宝宝也带出来玩,很开心 曾经在北京奥运会上 与前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主席 高歌一曲的郭荣小姐 也在美食节上为大家献唱歌唱祖国等歌曲 引起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随后,他和万锦市市长薛家平 合唱的一曲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 将晚会推向了高潮 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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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u wszyscy 多彎� 你有很多声z我爱你有우几分 你去笑一笑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那边 rule 我回奸 gosta 月亮还掉我的心 太棒了 基本上来到多伦多就五六年 每年都会过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节日给我们大家 不但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还可以跟很多中国人聚在一起 享受我们中国的文化 尤其是小宝宝 让他们感觉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次来呢 我带着我父母还有我老婆 我小孩一起过来 我父母他们第一次来加拿大 他们也觉得特别好玩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歌舞表演 还有吃到很多的美食 宝宝你说两句 来 说 Hello OK他很享受这个美食 非常好 谢谢 接着是韩国青春活力歌舞比赛 他们精湛的表演 引起了粉丝们的热情尖叫 最后2014约克宝贝总决赛 也在庆典上压轴表演 这次美食节将持续到6月份的热情尖叫做美食 6月29号星期日 市民可以免费入场 这是加拿大网络电视记者发自活动现场的报道